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五十佳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洪医师今年初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洪汇丰医师心脏保健室 这本书谈的是血管的健康 怎么去影响一个人老后的生活品质 可不可以请洪汇丰医师先聊聊这一点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心血管很重要 可是不知道说心血管不好 对老后是怎么造成一些影响的 OK其实我们全身很久以前大概就有一个说法 叫做你的血管有多老人就有多老 因为我们血管它是负责心脏 还有负责全身的供应 就等于是一个水管一样 那当你水管如果有堵塞的时候 你供应的量就不够 脑部就会有些状况 肾脏的供应量不够 肾脏就会有状况 心脏供应量不够 心脏就会有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心脏的老化 我们讲的是全身的老化 当你血管老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 你人就老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全部通通都相关的 血管它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逐渐它的老化 大概通常我们可以减缓它的老化 可以让它老化的比较慢 所以当你虽然实际年龄比较大了 但是你血管还是维持年轻的话 那你人体也可以维持比较年轻 洪医师之前有拍过一支卫教影片 这支卫教影片非常的热门 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 血管是公路 心肌梗塞就像土石流 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我懂可不可以请洪医师先跟我们谈一下说 这个公路原本应该是很畅通的 它发生土石流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脏它有三条主要的公路 三条主要的血管 那这个血管它是负责心脏的肌肉 那如果这个血管里面如果有些塞的话 血流就不容易通畅的话 那后面肌肉会缺氧 那如果有一天这个血管突然一下完全堵到 等于它血管供应的肌肉突然一下坏死 那叫心肌梗塞 很久以来很多人的观念 大概包括医学界也都是想 血管像一个水管 今天塞30% 明天50% 明天70% 然后之后就赶快 然后因为这时候你快要堵到了 你要赶快通一通装个指甲 把它输菌一下就好了 可是到后来 人家发现很多很多证据都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发现血管塞 刚开始血管壁变得越来越厚 一天一天越来越厚 有点像年轮一样 那越来越厚的时候 但是这刚开始的力量呢 血管壁变得越来越厚 是向外 向外面去的 里面的内镜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等到他血管壁变得很厚以后 他就有两个可能性 有的人呢 血管壁会向内挤压 影响到内镜 这时候你会产生心脚痛的症状 也就是走路或爬楼梯或运动的时候 你就会胸口闷或紧或痛或什么这些 但是这种也还好 因为这种你有时间 因为你已经感觉到痛了 还有很多时候你血管壁 原来都还是变得很厚了 可是内镜还是很畅通 然后有的时候它会突然裂了 产生一个血栓 血栓把血管完全堵到 就会变成心肌梗塞 也就是说 你原来前一天可能完全一点症状都没有 你还可以运动啊 还可以跑步啊 什么症状都没有 但是下一天 可能一生气或者太累了 或压力大了 突然下裂了 产生一个血栓 就把血管完全堵到 为什么我们有土石流在形容 就是说血管内镜 就要把它想象成公路 心肌梗塞想象成土石流 就很简单 等于说真正的心肌梗塞是土石流 是血管壁突然的坍塌 所以突然有东西把它完全堵到 所以你公路今天很畅通 今天苏花公路很畅通 不代表明天不会发生土石流 那然后可是也有的时候 是血管已经塞了 局来说就有点像苏花公路 有些有警察在那边领检 他现在公路不是很畅通 但是也不代表明天就会发生土石流 所以土石流的重点在于水土保持 那心肌梗塞的重点也在于水土保持 所以为什么强调这个 因为要强调说你不要等到你塞了 你觉得你装个支架你就解决问题了 你是平常要做好水土保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水土保持以外 那什么时间点容易土石流呢 通常容易土石流的时间就是 台风天下大雨地震 这些时候容易土石流 那什么是台风天呢 就是生气太累熬夜紧张压力大 所以我们都说 心脏有一些高危险群的人 不能生气不能太累 不能熬夜不能紧张 选举不要看 政治不要看 一天要笑三次 心情要越轻松就越OK 请不要激动是不是 是的不要激动 放松一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听起来就是这个跟做人的道理 还蛮有一点相关性的 是的 活得比较开心 比较不容易让你的心血管发生土石流 是的 黄医师刚刚讲到说 我们的心肌梗塞 其实有点像是土石流 那就是这个坍塌 可能是没有预兆会突然发生的 是的 但它事前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从健检报告当中 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体型 自己要注意 OK 那下个就是我们的土石流 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土石流大概就是代表 你的血管壁不好 那血管壁为什么会不好呢 因为我们血管壁是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逐年在增后 那什么会让它的增后的速度变快呢 很多因素有关 那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是年龄 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结果 年纪越大你就累积的越多 所以年龄是第一个因素 遗传是第二个因素 但这两个因素是改不了它 所以这两个因素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这是生下来就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吗 那我们可以改变的 最重要就是三高 血压 血糖 血脂 大概就是这三个 然后抽烟 体重 跟运动 这也是其他我们所能控制的因素 所以要控制这些 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因素给控制好 你动脉硬化的速度就会减慢 动脉硬化的速度减慢了 心脏血管塞的速度就减慢了 然后你就比较不容易心肌梗塞 比较不容易中风 就比较不会有后面的一大堆的问题出来 跑医师曾经在报纸上的专栏 有提过一个观点是说 低密度胆固存 其实是和我们动脉硬化的速度 非常的有关系吗 是的 然后那时候是一个新的最新的研究说 低密度胆固存大于50都是毒 是不是 OK 我讲那个故事好了 那个大概在去年就心脏学会 大概有次办了一个演讲 然后在前面我们就先进去听 然后在上面演讲的医生 江承恩教授 台北荣总江承恩教授 江教授他大概一年大概300多场演讲 反正就是因为学问非常的好 什么都知道非常的多 所以也有年轻医生叫他做江神 江神 就是地位崇高的意思 地位崇高 所以有人叫江神 OK好 那然后呢 他在上面就讲 他说 Eugen Brownwell说 那我先介绍 Eugen Brownwell是谁 有人称他为 美国现代心脏学之父 那他现在已经93岁了 反正还是非常活跃 然后讲话啊 什么那些的 反正讲了每一句话 都是震动全世界的 那江承 现在上面就在讲了 他说 Eugen Brownwell说 LDL大于50 都是毒 LDL就是刚刚讲低密度胆固醇吗 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坏的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 就是LDL 就是坏的东西 OK 他说LDL 大于50都是毒 然后江承就在上面 他就稍微停了一下 然后他就眼睛 看一看下面的观众 他说 各位你们知道我的LDL多少吗 他说 我的LDL 是28 哇 非常低的数字 对 然后他的主持人 在下面那个背对着我 我也忘记他是谁了 他就说 我的是48 然后我在下面听了说 我的是58 我这样被你们这个 28 48的给比下去 有够38的 是 然后大概隔了几个礼拜以后 因为我在 我在联合报上面有个专栏 我定期要写东西 我想想没有什么题目好写了 我就打电话给江承 我说 那个 我要写你那个LDL 28的那件事 他说 哎呀 鸿工 我不是28 你听错了 我是25 然后他又跟我说 台中中山医学院 有个某某教授 他也是25 那个台南 城大某某教授 他是33 他说 我们三个 是心脏学会三剑课 好 你们这个厉害厉害 每个都维持在那么低 但是为什么 这些所有心脏科医师 通通都把自己的LDL 降到那么低 我们正常的LDL 我们平常人的平均数值 大概100到130之间 平常是100到130 所以说其实心脏科 这个三剑课 都是平常人 大概三分之一不到 是不是 对 弄到三分之一不到 都弄到非常的低 平常是100到130 那有的人甚至是160 1007 180的 那为什么大家会弄到那么低呢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血管有多老 人就有多老 可是在1998年 大概20几年前 大家就已经发现 动脉硬化的速度 血管动脉硬化的速度 跟血液中的LDL 直线相关 大概就是等于说你 LDL 血液中的LDL越高 你动脉硬化的速度就越快 越低就越慢 在1998年 人家画出那个图之后 人家就一直在想 那既然这是一条直线 那我们如果降到够低 我们就可以把动脉硬化的速度 变成零 接下来就做实验了 他们就试着用那时候最强的药 把它试着降到七八十 结果再去研究呢 就发现 真的动脉硬化的可以到零 然后接下来又有人在想 如果七八十可以到零 我可以动零 我把它降到五六十 我可不可以逆零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试试看啊 就试试看 结果他们在做的那个研究 就是用当时最强的药 真的把它降到五六十之后 还真的可以逆零 但是也不要想说说 我们这个逆零就真的是逆零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例来说 因为大概七十 如果说是动零的话 那你一百七 就等于说我们从年轻到现在 一路累积的垃圾已经在那边 我们这么算好了 假如说一个六十岁的人 他的原来的LDL是一百七 那现在目前他降到七 等于说他在六十岁的时候 他一百七减七十 他每年累积一百公吨的垃圾在那边 那从十几岁开始累积 所以他已经累积了 从六十减十岁开始 所以我们是已经累积了五千公吨的垃圾 在血管壁 那如果你把LDL降到了六十 就每年可以轻十公吨 意思说你大概五百年 你就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刻 可能已经超出人类寿命了 对 所以这个是他逆 有没有逆 有 你定义上是有逆零 但实际上是 没办法做到 没办法做到 就像刚刚像江教授 像他们那些那个三剑客一样 把降到那么低的时候 动漫用的速度真的也会跟着逆转 那真的逆转 但是逆转会更快 所以我相信他们这些都叫做超前部署 就是LDL降得够低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够让自己老得比较慢了 刚刚洪医师提到LDL大于五十 都是读这个观点 然后其实我们降低低密度胆固存 是可以减缓老化的速度吗 至少血管的老化是确定 那血管老化 因为血管是供应商 供应到后面的 那每个器官能够让他 那个维持更好的血液的供应 那理论上会更好 那有没有说真的证实到说是我们真的能够说 这样就真的 以后老得比较慢了 就有点困难了 为什么有点困难 请定义老化 你要如何测量老化 什么叫老 有很多指标吗 对有很多指标 那那个对血管的老化 那倒是很简单 血管老化就是说 你会血管一天天越来越厚 所以当我们把LDL降到构低的时候 我们血管变厚的速度就会变慢 甚至会停 所以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老化的话 那你就真的成功的减缓了老化 那宏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大家知道说要降低你的低密度胆固存 入门的方法可能是饮食的调整吗 可不可以讲一下饮食上面 有没有一些重点 除了就是大家平常知道说 要避免高油盐的食物啊 什么少吃精致淀粉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地方 那第一件事就是说 那个到底降低LDL 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降低呢 大概有的研究就是说你运动或者是减体重 或者饮食的控制 但是这些大概每一个大概都是大概5到10%左右的效果 那这中间比较有争议的 就是说在食物中间的胆固存 到底我们能够吃多少 2015年之前 我们大家都说一天不能超过一颗蛋啊 什么那些的 但是2015年之后 美国的他们的那个农业局 他们说因为证据不足 然后他们把这个建议给取消了 但是这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该吃蛋或什么那些 结果实际上好像也不是 因为根据我们刚刚的LDL的 我们说我们有个目标的数值 在临刷上我们就发现 有的人有的人一天吃三颗蛋 他的LDL闻风不动 你再怎么吃都无所谓 那有的人呢 给我一天一颗蛋 结果LDL就从原来的 大概已经控制到七八十的 然后突然给我标到110 真的 所以因为我们要强调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食物中的胆固存 还有血液中的胆固存 食物中的胆固存 跟血液中的胆固存 未必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胆固存 或者血液中的LDL 它大概有80%左右 它是自己生成的 就有肝脏制造的 20%是直接吃进来的 所以理论上 你吃进来的东西 会不会影响到血液中的呢 可能有影响 但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 但是临床上观察 这个比率不是一成不变 就是可能跟你的 你自己的基因有关 每个人体质 我们常说体质不同 对体质不同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已经有心脏病 你要先知道你的LDL的目标 大概应该要多少 然后之后你可以自己做实验 比如说我开始吃蛋 看会不会比较高 有的人是这样 就是说你现在 就是他听了人家说 每天一颗白煮蛋 那结果你抽了 你抽血之后LDL 你就发现大概LDL是多少 你就做实验 你就试着 这一个月或两个月 鸡蛋通通不要吃 既然不要吃之后 然后你就 如果健保不起付的话 你就自费 去抽个LDL 你就比比看 看这LDL有没有差 如果你的体质是 你这样戒了蛋以后 你LDL整个就下来了 对不起 蛋 你就没得吃 OK 你的体质就是不适合吃蛋的人 对 那如果说你不变的话 那你也许就可以吃 所以我的主张是 实验就知道 那反正因人而异 那因为很多的那些科学的研究 是一个 它是看一个平均数值 一万人中间 到底吃蛋有没有影响 两万人中间 吃蛋有没有影响 但是问题 你不是那个一万中间 你不是跟平均值一样 所以我们就看你自己 你在自己身上做测试 你就会了解 到底是有没有影响 洪医师还有提醒大家说 喝汤等于喝咸水 这个可能也有点颠覆大家的观念 因为台湾人其实还蛮多 吃饭都一定会配糖的 是的 OK 回到饮食 饮食说 我们说大概有三大坏蛋 三大坏蛋 通常我们是说 糖 盐 跟反式脂肪 但盐巴呢 它有很多的坏处 它第一个坏处呢 它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 那第二呢还会让我们的水分激流 之后还会造成我们一些 很多荷尔蒙的一些变化 各位有喝汤的人都知道 汤都是一定有加盐巴 所以你喝了多少汤 汤喝的越多 你盐巴就越多 所以你别忘了 你在计算盐分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汤的盐分 要算进去 我再讲个故事 有位女病人 人家送她一锅羊肉卤 可是家人呢 都不爱吃那个羊肉卤 每个人都不喜欢吃 那身为家庭主妇 浪费食物实在是太过 这个是 是大忌 大忌 这绝对不行的 结果呢 她就很尽责的 把那个羊肉卤 吃了一个礼拜之后 终于吃完了 她人就去了急诊 血压也高了 然后也水肿了 也什么东西通通都出来了 所以到后来 到了急诊之后 我们用个力量 就把她的盐巴 把它排掉 就OK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 再一次 糖 盐 跟反式脂肪 对人不好 那汤 你要记得 我们汤一定都会加点盐巴 所以那些盐分 你要计算在内 嗯 了解 方箭还会流传说 有一些食物吃了 可以降胆固存 比如说什么 吃燕麦可以降胆固存 这个洪医师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惑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效果 燕麦 有时候是取代 因为当你用燕麦 来取代了 其他的食物的时候 吃了燕麦 你就少吃了蛋 或者吃了燕麦 你就少吃了别的那些肉类 或什么那些的 那也许你的胆固存 就会有变化 你取代那些 会让你增加胆固存的食物 但我还是同一个说法 就是说 做实验 你最近整天 常常吃燕麦 看看你的抽血 有没有变 你就知道 你的体质 适不适合 那就是 你吃了什么东西 你去看LDR有没有变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 对你的血液中间 到底 大部分人的状况 能不能用在你自己身上 就有点像神农藏白草 这种精神是不是 对啦 对 好 那宏医师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听说 其实很多心脏科的医师 其实是会自己去 自费服用药物控制 这个LDR的 到什么程度是 其实建议大家说 是要去服用药物 OK 第一个 如果是你已经得心脏病的话 譬如说你装了支架 或你已经中风过的话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 血管的疾病 代表你的血管壁 已经累积到很多 足够的胆固存了 你这个时候 你再让它增加一点点的 大概都是不好的 所以对已经得心脏病的人 我们要求是越低越好 55啊 甚至于4 那个如果你连续装了 两次支架的话 我们要求 坏的胆固存要在40以下 这是欧洲心脏球会的建议 那如果说 接下来其他人呢 我们就要看你的危险因子 有没有高血压 有没有糖尿病 然后肾功能有没有不好 什么那些的 各式各样的因子 加起来 还有你年龄多少 就是说当你危险因子 越高的时候 我们要求LDR就越低 但是现在剩下来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已经是 你还很年轻 这些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 你到底该让你这LDR多少 心脏科医师想象 就是说 血管的老化的程度 就是你全身老化的程度 所以我既然 降低胆固存 降低LDR 可以减换你血管的老化 那就想象中 就可以减换你人的老化 所以我们就是用药 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把我们的LDR 想办法把它降低 希望我们老得比较慢 所以在新光医院的心脏科医师 大于30岁的 每个人都在吃药 甚至于打针降LDR 每个都想老得慢一点了 懂 这是自费用药就对了 对 自费用药 所以也有的医生 就是说 如果你从 纯从医学的证据的话 是说 你正得病的人 那这些证据非常非常充足 那你越年轻的人 这种证据就是比较松散一点 但是因为说 我们从大概30年的研究结果 好像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证据越来越多 好像真的应该要超前部署 可不可以请 宏医师很简单的讲一下说 如果就是长期 不用这种心脏 相关的一些药物 或者是刚刚讲 那个降LDL的药物的话 会不会大家担心 说有一些副作用 OK 每一种不同的药物 它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副作用了 因为刚刚就说 保护心脏的药物 就包括举例来说 有的会用什么 阿斯匹林 宝酸通 这些来预防 但阿斯匹林 跟宝酸通 这些药物 它是抑制血酸 那抑制血酸 但是血酸 既是好人 也是坏人 但万一受伤流血 这时候血酸是好人 但是如果血酸 在你的血管里面 内静 突然毒到 那就造成 中风和心肌梗塞 它就坏人 所以像阿斯匹林 跟宝酸通 这些保护心脏的药物 它既是好人 也是坏人 它减少了中风 跟心肌梗塞 但增加了出血 所以这是 它的第一个交换 那至于降胆固醇的药物呢 用的最多的 我们叫Statting 那中文通常 我们翻译成塔丁 那这种呢 它大概有一%的人 会造成肝功能异常 一%的人肝功能异常 大概4%左右的人 4% 5%的人 会肌肉酸痛 但这种倒还是简单 这种是你用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 自己会不会酸痛 你的肝功能有没有异常 那还有的人 会稍微升高血糖 所以有没有副作用 都有 任何东西 大概都有代价的 懂 那除了药物以外 因为有人说 运动也是一种 就是非常好的治疗药物 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 可不可以请洪医师 跟我们谈谈 就是如果你想要 就是保养自己的心血管的话 最适合的运动是哪些 OK 我们大概运动 大概通常是讲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心肺的运动 心肺运动 会让心跳变快的运动 通常指的是 那个快走 慢跑 游泳 脚踏车 这些大概基本上就想 都带头脚的运动 那这些运动的时候 通常都是会让你心跳的速度增快 那这些运动呢 大概它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在你规则运动的时候 你比较不容易发作心脏病 那还有第二个好处 是万一你心脏血管开始塞的话 你会提早知道 什么意思 举例来说 如果你原来都是每天 通常都是游泳1000公尺 突然你平常已经游了10年了 突然像你现在游泳 怎么现在目前游了200公尺 你就开始喘不过来 或者闷或者痛 这时候你就要赶快上岸 代表说出事了 所以每天这种规则运动 它第一个好处是 你预防心脏病 第二个是 探知心脏病 你会很快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异样吗 对 那所以这些大概是 它有两大好处 所以我们都鼓励它 那个病人就是规则运动 但它这个运动 它有它的上限 就简单 我们希望你运动over 我们会希望说 每周运动150分钟 这种150分钟 当然更多也还OK了 150分钟的话 你可以分成三到五次 所以如果说你每周三次的话 大概是每次50分钟 每周五次的话 大概就30分钟 就是快走慢跑 游泳脚踏车 这些的运动 那但是你运动的强度到哪里呢 我们会希望说 要运动到你的心跳 220减你的年龄 再乘以大概0.7到0.8 OK 220减年龄 举例来说 如果你现在目前是50岁的话 220减年龄170 那再乘以0.7 大概110几120了 好大概110120 大概你心跳到这样的话 你大概运动量就差不多 都够了 如果说你太过极端的话 那除非你平常都有在训练 那否则你最好是要注意 自己在更快的心跳的时候 会不会有任何的状况 这是大概第一个 对心肺的运动 对心脏蛮好的运动 那还有第二个 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光是用这些运动 常常是不够的 如果你要减体重的话 有时候你要加上重量训练 因为比如说 只有做快走的话 你可能消耗的热量 其实蛮少的 是的 重量训练 那讲到重量训练 就要讲到另外一件事 那个有一次我在欧洲心脏学会的时候 那时候上课 就听到他们讲到一个重点 一个年轻人 20岁的人有多少激励 如果你从来都不爱运动 你到80岁的时候 你的肌肉 肌肉量大概剩10% 剩你20岁的时候10% 但是你有在规则运动的人 你大概到了80岁的时候 你大概还可以剩30到40% 所以这个好 肌肉量是会随着年龄 它会一路一路的萎缩的 所以但是当我们的肌肉量 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有时候你连走路都有问题 也会喘气 甚至有时候 如果到90几岁 100岁 你的肌肉量真的够少的时候 你连下床上厕所 都很难了 就会变成所谓卧床的状态 就完全卧床 然后用的是尿布 所以那是一个蛮悲哀的一件事 所以你越早累积 也是累积你的肌肉本 然后日后的年纪大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的好处 了解 洪医师 这个我想帮我们的读者发问 因为我们读者很多都是女性 然后女性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蛮多人有心律不整 或者是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 像这种状况 还可以做无氧运动吗 OK 这是很奸诈的陷阱题 真的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心律不整 它有的很良性 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一切的原因 只不过是因为欠缺运动 那也有的 它本身是很恶劣的 那种有时候甚至会致命 所以它是就是要因人而异 你要弄清楚自己 到底是哪一种心律不整 是相对良性 还是相对恶性 然后当你知道 那个你在看了病之后 你最好去问一下医生 你的心律不整 不要光一个心律不整 这四个字 你要知道是哪一种心律不整 举例来说 如果你是 它心律不整 如果说是叫做 我们叫斗性心薄过速 斗性心薄过速 就是我们正常 比如说 我们看到帅哥 心跳突然加快 或者喝了咖啡 心跳加快 那通常这种话 通常是跟自律神经有关 你要做的事情 是慢慢增加你的运动量 慢慢增加运动量 这种大概 通常你当然要先找一下 有没有贫血 有的是贫血 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有没有甲状腺 功能抗进 甲抗 也会造成这些问题 你把这些排除掉 那大概可能就是 自律神经的问题 那这时候可能要 规则运动 要多运动 那但是又有的人呢 他的心跳是突然跳快 然后又突然变慢 那这种有很多 它是一种心脏里面 多了一条电线 叫PSVT 叫振发性 上心是心薄过速 反正就是突然的心跳 就多了一条电线了 叫PSVT PSVT 要电烧 电烧你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还有的人是 跳两三下停一下 那这种要看 它是哪一种 那要看你的次数多少 然后来决定 但是就是 那个心率不整 它中间里面 从氢到最严重 会致命的 太多种了 那所以这个要看哪一种 原因是很多吗 对 然后当每一种心率不整 你又有不同的原因会引起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50岁的民众 可能他去健身房 或是报名一些运动课程 有些会说 你可能要先有一个 医师的证明 才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健身房 像这种 是去挂心脏科吗 或者是看你的疾病 是哪一种类型的 心脏科加一科 或者是一般内科 大概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不管是看哪一个医生 因为有时候医生 他很难评估 说是你到底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真的可以运动 但他会先检查 听听心脏 有没有什么 真的很严重的问题 或什么那些 或听听你的症状 但是不管医生评估 是怎么样 建议都一样 就是你要开始运动 永远是慢慢 慢慢的增加 什么叫慢慢增加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光是 从自己走路开始 也许你刚开始 每天先走10分钟 先慢慢走 一个礼拜以后 快一点 时间长一点 再一个礼拜以后 再快点再长一点 再一个礼拜再快点 长一点 也许你花两个月 以后就每天快走 30分 就是你要慢慢慢慢 增加你的运动量 健身房也一样 慢慢慢慢增加你的 各式各样的重量 或什么那些 这些慢慢增加 大概都会有好处 但是如果你突然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危险 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危险 就是比如说一个 完全没有运动习惯 突然说我现在要跑全马 可能就蛮可怕的 那很可怕 那非常可怕 那那个之前 他们还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他就比较几种人 一种叫沙发马铃薯 从不运动 那另外一种是 平常通通规则运动 还有第三种呢 叫做周末运动员 就是平常不运动 临时突然想到了 也不是周末 就想说我多做一点 来补偿好了 对对 可能半年没运动了 突然一下突然的剧烈运动 结果发现危险性最高的 是从平常不运动 突然剧烈运动的人 比沙发马铃薯还要更糟糕 所以你要运动 一定要慢慢渐进 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急不来的 了解 其实渐进式运动是 对自己比较有好处的 是的 我想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 就是洪医师自己 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运动 运动 我就是能走就尽量走 有时捷运还提早一站下车 或者这样 从捷运站就直接 想办法走回家走 一点多公里两公里 那这种 然后有时候打球 反正就尽量多动了 但是有时候还是很难了 因为工作可能太忙碌 有时候犯忙 有时候犯懒 然后一懒了 就躺在那边 我滑手机很快乐 但是很难 真的不容易 所以其实医师 也会跟一般人一样 就是运动这个好处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时候很难做到 是的 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 洪医师在这个 关于情绪的部分 因为洪医师刚刚讲到说 其实如果是真的很在意 自己心血管 健康人其实应该要 避免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比如说不要生气 不要压力大 不要很 就是让自己过得很累 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请洪医师 就是因为你在整间 看过这么多 不同的病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像这种 借由改善情绪 可以真的改善病况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其实情绪 你要改变自己情绪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你脾气要变 除非你真的是 团一个中风 影响到某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只能说 有的时候我会跟别人说 因为你情绪上来的时候 只能提醒自己要注意 有时候会生气的人 有时候他会越看越生气 越生气你就越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后来就一个激动 所以我是教他一个口诀 这个口诀 你念三遍 就应该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他说哪有这种东西 我说开玩笑 那叫魔法 这种一定要学 他说你说来听听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好 当你觉得要气的时候 你就要念三次 洪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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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OK 就我说 你要想到我这个丑陋的脸 想到我的这个丑陋的脸 你就会想到 OK 好了 心脏 心脏 好了 放你一码吧 OK 反正病人也笑笑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笑 但是有病人跟我说 他有时候就想到洪医师 就稍微就退一下 有时候就是被让自己一路往那个那个牛角尖里面钻 有时候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帮忙 但是要改善那些情绪的话 有时候除了这些平常尽量控制之外 规则运动 有时候也是一些方法 有的人规则运动的人 你情绪就会相对比较稳定 就不会那么焦躁 那么急 但你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就是说 当你规则运动以后 有时候你晚上睡眠会改善 当你睡眠改善 睡眠改善 你心情也会比较 你就不会那么那么交感神经 油门神经拼命在分泌 通常也会比较稳定一点 了解 所以其实真的有规律运动习惯人 其实是蛮好的 那个身心会比较平衡是不是 是的 洪医师 你是不是有在脸书上分享过 有那个你的病人 就是去上健身房 做好像整个人精神状态 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啊 那个有大概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吧 你就看起来跟以前就不一样 现在目前看起来 熊啾啾气昂昂 那个好就觉得姿势也很好 然后你就觉得 哦怎么跟以前通通不一样 他跟我说 洪医师你那时候跟我说 我肌少症 一整天要我去运动 我想想好吧好吧 那我就去健身房 我们那边 我们家旁边就有个健身房 我就跑去那边 他们一看到我来说 哦你就一个人来 他说嗯好 结果他说所有的人 全部都很照顾他 全部都很照顾他 反正就是让他 反正都让他第一个优先 因为他是他们那边 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太太 他就每天下午通通跑去 就现在练就一生的健美身材 然后大概七八十岁老太太 结果回诊的时候 他血糖也好了 然后什么也好了 然后他要来看诊之前 他们整个健身房的人 全部通通都很关心 说你这次 你那个数字 要通通让我们知道 因为他的数字是 全健身房的光荣 然后但是在那边 重要的就是说 有很多老人家 尤其像六七八十岁以后 健身房他们会怕 因为觉得好像在健身房里面 好像都是年轻的那个美眉 身材很好 身材很好 都帅哥或什么那些 但是现在 他们去了之后 他们发现 其实在很多健身房里面 其实现在目前 年纪大的人是越来越多 再说另外一个故事 我另外有个病人 他一个很厉害的 姿势性低血压 什么叫姿势性低血压 就是他躺下来 跟站起来的血压不一样 那他躺着的时候 血压大概是一百六一百七 但站起来的时候 剩八十到九十 那这时候你就变得很困难了 你躺着的时候 血压太高容易中风 那站起来血压太低 你也容易中风 所以这种姿势性低血压 我们就只能说 你动作都要慢一点 然后穿个弹性袜 或什么东西 才能想办法让这个改善 他就开始 就是他前面先是这样听之后 他的两边 躺着跟站着压力差 大概剩了大概三十左右 前面原来的时候 差七八十 就剩三十 有改善 但是还是相对危险 就后来他就开始 开始去健身房 开始做很多的健身的活动 尤其他特别练脚的肌力 因为脚的肌力 它的效果 还比我们的弹性化 效果还要更好 就他在做了 大概一年左右之后 他两个的差距 大概只剩十到二十 原来他站起来就会昏 他一走路就会昏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走 所以就每天就整天要坐着 但是当他开始做这些以后 后来就逐渐就改变了 原来他以为 他自己快要挂了 觉得自己 随时会中风 随时会中风 因为你一站起来就不舒服 然后你躺下来 一两血压又太高 所以他说那样 那真的很痛苦 但开始运动以后 他就整个就改变了 所以运动 尤其在这些重量训练 或者养一些肌肉的训练 其实对很多的 年纪大的人 其实效果还真的很不错的 洪医师 这个题外话 我问一下 有人说心脏科医师 是脾气比较急吗 还是没有 心脏科医师 有点像外科医师 这个我们一个病人 如果只要差了两分钟 可能就是生根死 所以有时候 如果说你在 你在那边说 赶快拿电击器来 然后旁边那个 结果那边说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先化个妆 慢慢来 那慢慢来 所以心脏科的医师 因为他是在生死关头 所以相对都比较 常常都会比较急躁 那要真的好脾气的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有时候是 因为心脏科另外 还有些特点 他就心脏科 比较干脆 要么剩了 我们就活回来了 那如果败了 就完全没有了 就说再见了 就等于说 就一翻两瞪眼 那结果不太会有什么 模糊地带 是的 所以这种也造成 另外一些状况 就是你的脾气 比较喜欢这种 干脆利落的 你就会来走心脏科 那然后走了心脏科之后 你又必须要 非常有决断力 你就非常要快 所以到后来就变成 有很多很多 大概都是 就是给人家的印象都这样 有点极金风的感觉 对 那那个以前 还有说 还有另外一个像这样的 有时候外科医生 也比较像这样 因为在开刀房里面 现在目前病人在喷血了 你还不赶快 给我拿那个过来 然后那个 再慢慢的话 就不一样 对不起啊 得罪了各位病人的 心脏科医师 对不起各位 那要记得 心脏科医师常 就是相对脾气 比较急一点 可是洪医师刚 刚稍早有提到说 如果想要你心血管 都很健康的话 其实脾气要平稳一点 会比较好 是不是 对的 我们讲话也要慢 也要更好 OK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不容易了 但是洪医师的那个 就是文字的风格 其实就还蛮幽默的 就是病人都有说 就是觉得说 洪医师好像脾气 还蛮好的 那他们是没有看到 我的那个 那个 我之前绰号叫洪老大 你猜猜看 这洪老大 这个是 老大通常都是在骂人的 都是整天在骂人 整天在那边急 就是会骂人 所以是 病人常常有时候 没看到我的那一面 那一面 那个会获得这种 风号的 那当然 绝对脾气 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那洪医师 有没有觉得 就是现在 年岁增长 变比较成熟 脾气又比较平稳一点 也许男性荷尔蒙变少了 我不知道 或多或少 有一点是不是 OK 那想问一下洪医师 因为像就是 你自己在整间 看过那么多病人 来来去去嘛 有没有变得比较 对一些事情 看得比较开一点 或者是比较豁达一些 OK 因为我的资历 跟那个什么 跟一般的心脏科医师 又不是完全相同 我在内科加务病房里面 待了13年 我那时候 我就管内科加务病房 那内科加务病房 等于说你是 守在鬼门关前面的 球门前面的守门员 所以他人一过来 加务病房里面会看到 达官贵人 然后多少人 VIP来官说 对不起 时间到了 就是到了 然后有的人呢 就是明明没有到 或者是那些 但是他就是不想活了 或什么那些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人生 大概就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尤其在那边 你会 我的病例 写的都是 从他古早的时候 开始讲起 就很久以前 什么家族是怎样 对家族 比如说是 20岁的时候开始抽烟 当兵的时候开始抽烟 然后当兵之后 然后后来结婚之后 后来就开始 开始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后来开始得了糖尿病 糖尿病之后 然后再隔了10年之后 后来就心肌梗塞 然后心肌梗塞之后 后来再隔了10年之后 后来就开始洗肾 洗肾之后 然后现在目前脚啊 什么溃疡啊 也出来 然后到现在目前 就这样一步一步 然后你到最后的一步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现在目前 到最后一次中风之后 他就整个卧病在床 所以我们的故事 是从20岁开始 所以这样一路开始 你就看到一个人 一整个的过程 然后你看多了这种过程 就是说 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每天就不停地 催促你自己 在反省你自己的人生 我们小时候是怎样 现在怎样 大了怎样 那最后呢 就不过是这样 对人生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在内科加工病房 那时候带了很多很多的 护理人员 那边的护理人员 都很好玩 那个有时在普通病房的 护理人员 像外科的护理人员 看到就是一个 很短的一个阶段的状况 他们后来有的时候 就是真的还是 非常的拼命 非常的要往上升 但在内科加工病房的 护理人员 我见到很多 相对你就讲话 都是也都很豁达 好 这个没有 好 算了 好 那就这样 好 然后到后来 他们都会走到一个 我们很多人去做 专科护理师 很多会去 但是那个很少 有急急隐隐 与自己的事业 就是拼命要冲 冲到什么的程度 因为我觉得 也许他们看多了 各式各样的人生 尤其看到了 达官贵人 追踪他的一辈子 他们说 升到什么关 升到什么关 然后之后呢 他人生的最高峰 也许在60岁 然后呢 70岁 80岁 90岁 他现在这边 还是放着尿管 你很完整的 看进他的一生 就会觉得说 对 前一个阶段 你看起来 好像有些得到 其实最后也是失去 是不是 对 因为而且 他的飞黄腾达 最灿烂的时候 也就是那一小段 那在加护病房 你看到的 通常这 已经过了那个巅峰 你看到的时间点 因为觉得 哦 他曾经有过那一段时候 那所以看到 有时候我现在目前 看到哪一个人 他现在上台 我们就会想说 哦 那这个预计 大概三年之后 那三年后呢 五年后呢 十年后呢 那有时候 你想法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只要你把时间 稍微看长一点 那人生好像就不太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用一个人 一生的尺度来看一些 短期内发生的事件 他就会有不同的意义 是的 是的 所以这时候 哦 哪个人选到市长 哦 好 恭喜 对 恭喜 那市长任期多久 哦 四年 八年 哦 好 嗯 八年后呢 嗯 哦 好 当了总统 哦 好 总统 八年后呢 哦 好 叫做前总统 OK 当你看到了前总统的时候 你就是他整个人生 大概就已经到了 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心脏科医生 因为看的是一个老化的疾病 当你看到那个 都是在后面的阶段 嗯 那还有人就是在这边 得了心脏病之后 他就大策大悟 嗯 他也不要那么冲了 嗯 改变人生了 改变人生了 很多人他自己得病了之后 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 嗯 人真的会因为就是一个 疾病的发生 彻底改变过去以来的人生观 是的 是的 那我再讲个故事 我们有个 那个我们就看过有人三十几岁 他那时候远大的志向 他说要在什么印尼 马来西亚 什么那边的设设医疗的 什么整个总监 嗯 设什么东西啊 什么那些 要设很多很多的分支 嗯 然后他的什么东西 什么通通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突然一下 他自己心肌梗塞发作 啊 三十岁就心肌梗塞 三十几岁 嗯 差一点点 嗯 就挂 嗯 那从那个以后 他突然想 哦 那 何必呢 那何必呢 干嘛咧 因为他那时候 他自己已经到鬼门关前面 他走了一趟 他那时候 他运气不好的时候 那时候就直接过世了 嗯 所以他说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他就走 那他做那些 到底还有什么特别意义 所以他把那些 全部通通都撤掉了 嗯 所以这些哈 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 得到心脏病以后 他就突然一下 他就整个改变了很多事情 嗯 所以人生真的不一样了 一旦得了心脏病以后 嗯 那可能也是一个提醒 是不是 呃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才说 啊 啊 选举不要看 政治不要看 因为那是 很多事都是一时的 不一定是长久的 但说是这么说啦 但很难啦 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 可能还是难免会 就是执着于 眼前的事物是不是 是的 是的 要真的放下的人 真的是高声大德 才做得到 我们就凡夫俗子 是的 就是只能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持续的体悟这样子 是的 是的 洪医师那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因为就是像你看过这么多不同的病人 然后也都 有时候就其实还蛮完整的 见证了他这一生的故事 那你觉得说就是 如果想要老得慢 然后真的活得好的话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 特别是我们50家 50岁以上的读者 OK 50岁以上读者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50岁以后 因为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老的存在 然后一天一天一定会越来越老 那所以要如何让自己 因为这时候已经前面已经过去的 就已经过去了 那要如何让自己日后老得比较慢呢 那对心脏科医师来说 我们的提醒就是说 你大概注意自己的三高 因为这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然后不要抽烟 然后试着规则运动 然后试着减少自己的压力 那到50岁以后 你要想想看 你日后的人生到底要怎么过 那如何让自己老得更慢 那有时候医生说的要听啊 要听要乖乖的 OK 不要太铁齿 只有这些建议 有时候老生常谈其实是真的吗 大家不要觉得那老生常谈不想听 是的 必须要想想你的人生到底 你10年之后 20年之后 30年之后 你打算怎么样过 如果你让他老得越慢 那也许到30年后还是一尾活龙 那如果说你让自己老得比较 老得越快 也许你30年之后是卧病在床 宏医师 我突然想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跳痛就是了 因为其实就是 我们之前有一些采访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 其实我还蛮想要心肌梗塞的 因为就不用卧床 很快就走了 不会痛苦 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啊 每个人都会这样想 就是说每个人总有那一天 那一天的时候最棒的得病是心脏病 但是问题是 你不见得得到的是全死 你不见得到的是心肌梗塞 你根本得到的是半死 半糖 中风 或者变成卧床 你可能是右边已死 左边还没死 蛮可怕的状态是不是 或者是脑部已死 身体没死 这个都还蛮悲惨的 身体已死脑部没死 这也很悲惨 对 那更可怕的是脑部没死 身体死了 下半身全部不能动 那这最最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未必能够如愿 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老天爷要给我们安排的是 是全糖半糖 还是全死半死 还是为死 那所以那要预防这个 这个你不能说我期待着 期待的心肌梗塞 然后带走 结果你得到的是一半 老天爷带走你一半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老天爷的安排 所以你还是要乖乖好好控制 其实还是不要想一些奇奇怪怪的 活得好 让自己保持健康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变老的方式 是的 今天非常谢谢洪医师 就是用一个非常浅显易懂 而且很幽默的方式跟我们分享 就是要怎么血管动灵 然后人不老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 欢迎大家上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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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